歡迎收看今天的精選新聞 首先帶你來看到 羨慕南部人住透天嗎 但是隨著台灣人口高齡化 年紀越大還是覺得說住電梯大樓比較方便 那一起來看北高雄三區最夯的退休仔 一名網友想為父母找北高雄總價約一千五百萬 不用爬樓梯且離大眾運輸方便的退休宅 於是上網問大家的意見 貼文曝光後以左營鳳山三名呼聲最高 留言說到 老人需求不是離醫院近就是離菜市場近 可以看左營龍總或鳳山國中附近 捷運後一站有高一 美術館附近有聯合醫院 橋頭到岡山一帶很快會有新的交流道 高一分院七月開幕還有鋼山橋頭火車站 兩個都是捷運共購 助展雜誌發言人陳秉承補充 年長者在居住安寧性社區管理性 物件維護度上有較強的訴求 另外周邊有銀髮族的社交場域 像是信區課程活動教室也相當加分 再來看到根據統計 屏東總人口數逐年的下滑 但是房價也是漲不少 當然比起都會地區還是便宜許多 來看它是如何榮登這個購物天堂 屏東縣十年間減少五萬多人 雖然屏東目前面臨人口流失 人口老化和少子化 當地房仲解釋 總人口數的確在減少 但觀念轉變 現在年輕人普遍不想跟長輩住 越來越多小家庭從原本的大家族中 獨立出去 所以屏東的涉及戶數反而增加 再加上縣府陸續推動了許多公共建設 房價隨房市榮景上漲 平均成交單價每平16.98萬 短短五年房價漲幅接近四成 目前房價普遍只有一至二字頭上下 相對親民 買方多為年輕夫妻或父母幫助子女置產 此外 退休族 準退休族會選擇在都市計畫區內 購買100坪左右的小塊農地 總價普遍只要500萬元上下 既可以用來休閒娛樂 也具備一定的傳承價值 所以說呢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你可以了解更多的房市新聞 關掉之前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就要看時間 啦 我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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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陰 你 有